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那个分界点应该是开放报警 新闻自由以后 他有了舆论的监督 那么突然这些贪官就好像如临大敌了 但是为什么还是出了陈水扁呢 陈水扁那个时候呢 他是就是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就台湾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那么马英九做起来呢 这个总统是在后面 他是一个内阁制的感觉 那么陈水扁呢 是自己完全跳在前面 是总统制的 那么总统制的时候 这个总统的权威就是至高无上 就没有失去监督了 权力过大 对对对 但是呢 他也逃离不了整个舆论对他的监督 那个时候台湾舆论修理他 修理得多凶啊 我后来也逃不过司法 逃不过嘛 我听说现在陈水扁已经崩溃了 就说是我也听说 在里头啊 他的律师啊 申请保卫就医 就是严重的优异症 几次试图自杀呀 就是而且说陈水扁 现在就是一上讯 就一问话的时候 就滔滔不绝的 你知道跟你砍什么了 砍这个历史上啊 改朝换代时候的政治清算 他就跟人聊这个 就是精神已经不行了 总是觉得自己是被政治清算了 但是我怎么也听台湾有人私下里就说 说陈水扁摊 说李登辉摊的更多 这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很多人这么讲的 因为李登辉还有几个 当年他在任的时候有些案子 不一定是跟他完全有关 但是是没有讲好的 比如说尹清风案 对不对 那个军火的军火案 然后后来呢 那最近的导火线 当然就是他家人 怎么又能有几亿去买房子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大陆现在也是反弹 我看是第一要务反腐 就说现在这个领导人说的多高调嘛 而且你知道最近呢 我觉得有个事可以聊聊 有一些反腐专家呀 就是开会去了 到哪开会呢 去毛主席老家开会 韶山 在韶山开了一个会 就是谈到一些很重大的问题 就说现在这个反腐这个事情 该怎么弄啊 中国的这个包括谈到这个官员的财产申报 就是说你要反腐 早晚这也是一出 你要官员财产不申报 你这个反腐说到最后啊 也没法落实 可是呢 谁都知道 这玩意儿阻力太大了 所以有一个叫李什么中的 还是一个中国什么纪检监察学院的副院长 这么一个一个教授吧 还挺有名的 反腐专家 他这次就开始提这个问题 就关于特赦的问题 就是说呀 这个事儿吧 他们现在这帮就是有很相当一部分贪官污吏 他们也是一部分势力 那么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 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啊 这个以前的就这个这个能够有一个特赦 能够有一个特赦 就是说咱们从哪正式开始 因为这个观点 在场的比如说另一个研究员就说了 说这个能理解 可是呢 在中国你过不过得了老百姓这一关 那意思就是以前的不清算 你过不过得了老百姓这一关 那么这个李教授就说呀 说这当然是一定很人骂我 但是呢 该说的话 我也得说 就是这样啊 是有例子的 就说香港就是这样 这文道了解 香港七几年廉政公署的时候 廉政公署成立以前 香港也是贪污很严重 尤其是我们叫纪律部队 就穿制服的 警察消防员都是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消防员当时我们有个外号 有个有个说法 有个断顺口溜了 说什么 就是有水放水 没水收水 水在广东话 那是钱吗 钱的意思 有钱来来救火 先给钱 你有钱他就放水救火 你没钱他就收水 收水了 是这样 然后警察呢 是随便经过什么小摊贩 拿个东西吃的不在话下 收钱的也是 那是家常便饭 那所以当时呢 就连政公署成立的时候 香港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那些警察是集体愤怒 觉得被连政公署逼太急了 居然连群结队去冲击警察 去冲击连政公署的大门 不是上街了 就想攻进去 几乎是反了 那个感觉你知道吗 当时的港督是麦里浩 嗨 对 然后呢就让这个基达来出 基达是布政师 其实那个情报头 那家很厉害 然后呢就后来就定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好 那以前很多东西就既往不救 现在开始抓 那但是呢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 香港人做 大陆很难做呢 第一就是香港比较小 那人数呢 这个牵涉的问题比较没那么大 第二呢就是警察那个贪呢 他当时贪的部分 其实再夸张 就是那所谓有名四大探长 那是他们几个人 他那是什么几亿 但他没有那么大规模 今天中国我们所理解的贪污 其实概念可以很庞大 就包括很多的利益的链条 一些的垄断等等 那牵涉的财产利益更大 就跟那个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呢就是 当年的香港这个腐败啊 主要是局限在这个纪律部队身上 警察 警察 他没有大规模扩张到整个公务员部门 因为他的大部分的文职的公务员部门 他还算是相对 今天中国的情况来讲 是相对连接的 同意 台湾类似 就台湾在什么时候开始贪污的呢 是李登辉时代 对那时候很厉害 好了 那么那为什么李登辉时代 就有人敢贪污 蒋经国时代为什么没有敢贪污 对啊 蒋经国这一辈子没有坐过新车 他永远坐二手车 请问你的一个大老板是坐二手车的 你还敢贪污吗 模范带头作用 而且他抓这个特别严 他抓的特别严 蒋经国是打老虎起家的 对 当年在上海 对啊 他抓的特别严 那么到了李登辉时代 为什么突然贪污变成这么厉害呢 就是没有法 因为过去蒋经国管贪污是靠个人的威信 来管贪污的 以身作则 那李登辉呢 没有监督 没有舆论监督 第二呢 没有这个法律 这个严格的这个这个这个要求 就开始了 突然一下子 台湾变成一个一个贪乱之道 非常快 所以陈水扁是继承了李登辉那个时候 贪污到了陈水扁变成了到了顶点了 所以你看他这个历史严格不太一样 对 你像像这次你比如有个研究历史的叫吴斯 你认识吧 我认识 这吴斯呢 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意 就我说的这个李某中的这个看法 他所谓的特赦呀 我听过他 指的是说 说这个就等于是啊 跟这个这个官员 涉滩的官员啊 作为一种政治交易 就换取他们对这个改革或者财产申报等等 这个真正反腐大业的这个支持 那么他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给你一个宽限期 除了重大案件 正在调查的案件 或者到达一定规模的案件之外 规定一个限度就一定金额以下的 对吧 咱们几几年几月1号 以前你比如说你把你的赃款退回来 退回来呢 就不对你进行刑事 或者民事的处罚 就这样算赦免你 但是咱们从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始 以后出一个办一个 一个也不宽带 我觉得挺人性 那咱们中国人呢 是个情的国家 那么贪污呢 这些受贿这些事情呢 情这个东西呢 是很关键的 那么在日本贪污受贿有没有 但是他就没有我们那么严重 因为他是一个法的国家 你比如说吧 你们哥俩说 猴哥如果当官贪不贪 肯定贪 因为我朋友多 我不贪 他们得逼着我贪 对 你要当官 我就先找你吃 好了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节骨点上来 就是说我刚刚说的那位教授 就是说他的背后的一个想法 肯定是说呢 我们中国人是个人情的社会 那么贪官并不等于是恶人 是坏人 如果我们那么去做的话呢 那么这个事情就拧包了 但如果我们理解就是说 我们的文化里面 是一个人情的社会 有可能相当大一批人的贪污本身呢 他并不是那么恶行恶状的 而且啊 还有一个是啊 他们提到一个腐败存量的问题 存量 就是说啊 积压的这个案子 他们找了就是一些模型估算 就不管你怎么估算 你知道现在代处理的 这些案子 这个腐败 你要都处理完 几十年 你都处理不完 我觉得咱们对这个腐败案子的这个积压啊 有一好有一笔啊 就好像印度强奸案积压的 都属于几十年 你都搞不完 所以有一个 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务实的态度 你你怎么开始 咱们现在去一下广告 可是 枪枪三人行广告 就这样 House 数 centimet 副科严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牌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复科严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牌盆盆浸胶囊 我是看过吴思这个讲法 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就像胡歌讲挺人性化 而且好像比较实际可以操作 可是这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 就是有一些经济学家 他们去研究 比如世界上很多腐败重申的一些国家 其实有些国家比中国严重太多了 有些非洲国家也是民主政体了 但是腐败还是很麻烦 然后每次搞反贪腐 搞到都是不了了之 甚至搞到政权垮台的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 我们假设上头这些老大的权威 是支撑在下面 层层的自己都能拿到好处的人的支持上面 而有一些年轻有为能干的人 愿意加入 也是为了想来分这杯羹 好 所以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在很多这些国家都发现一个例子 假如说他要搞这个财产公布 下头的人怎么想 你的整个基础的支撑力 就会患散掉了 然后第二更严重的是 没有人在把你这个公务员工作 当成个吃香的工作 精英不再进入这个系统 你的整个人才的更新也就完蛋 所以说呢 任何的这种考虑现实情况下 提出的反腐的方案 是很现实 但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造成执政集团内部 利益相关人的上下矛盾 这个东西就是有人讲说 当年蒋介石讲的 说这个怎么办 说一下反腐 不反腐 就亡国 反腐就亡党 他讲的是国民党 是有这种困局的 所以你还要设计的更精细才行 当年蒋介石这个腐败是怎么回事的 所谓的四大家族 对 那到台湾就没了吗 到台湾没有了 到台湾已经就完蛋了 没有了 四大家族的这种势力不在台湾吗 送家可能还有一点点 只有应该是只有蒋送孔臣 对 孔就没了 臣都没有了 孔是到了美国去了 那么臣是被蒋打下去了 对 陈果夫 陈利夫 陈利夫 那么唯独就是蒋 蒋呢 他不是一个财阀 对 他是个军阀 那么 宋 宋 那么宋呢 只有一个宋美龄在台湾做代表 其他的他们的财产也都是在纽约 那么到了就就这个例子很关键 就是说那么在台湾呢 国民党实行三七五减租和跟着有其田 那么实行的非常彻底 就是把这个地主的地全分掉 全分掉 然后做了一次这个财产的财富的再分配 那么相当成功 那么他们在大陆为什么做不好 因为他在大陆分的是自己的 他到台湾去分别人的 这有意思 对不对 地本来就不是他们的 好了 那么这个地本来就不是我国民党的 所以我国民党来了以后 把你们的地就分给你们自己的人 那么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建立了一个公权力 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标准 从这个基础之上 大家一起向上爬吧 拿别人的田 抗自己之铠是吗 那就比较好吧 我觉得共产党就是说 把中国刚开始治理的比较好的原因也是 因为这田本来不是我的 天下不是我的 我来了 我来做这个分配人 我把这个分配给大家 分别人的容易 分自己的难 这有一个很深的问题 所以 这也就说到了另一件问题 他们就在说的这个事 就是说 你看提的哪件事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都有一个问题 你说什么以前要不要赦免的问题 不说别的 我都知道 你哪能过得了老百姓这一关 这事根本就没法提 对吗 好 另一件事就更没法提了 就是说高薪养帘的问题 现在有些学者就换个说法 说高薪养帘听起来太刺激了 叫以心养帘 就是说一个公务员 给他合适的薪水 这因为 这个要不是很多问题 都是击中难返 搅和在一起 咱就从一个正本清源的角度上来说 你不认为那天 我碰见一个公安局的一个领导 他说 他说我这个下边一个警察 就你像像刚才香港的纪录部队 他一个警察大学生 他一个月要真按照这个 现实的工资这么大 两千块钱 那怎么行 他两千块钱在北京 两千块钱在北京 你让他怎么生活 这个东西就特别的有意思 不合理 对 比一个保姆的薪水还低 这就回到另一个问题 高薪真的养帘吗 我觉得这是个迷思 当然世界上有很多地区 高薪的结果 好像看起来真的也很连接 比如说举例 亚洲最连接的地方新加坡 新加坡薪水是 举世文明的高 他的像李显龙那个薪水 是比美国总统高五六倍的 但是呢 回过头来看 也有很多国家 贪腐情况不一定很严重 比如说像英美 或者像北欧 这是全世界最连接的地方 他薪水也不高 还有我住的新西兰 对啊 全世界最清廉的国家 对啊 那为什么呢 官员薪水也不高 没有水 因为他的权利和对价 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去对价到物质 无法对价到财富 没错 他们对价不了 所以他们曾经在 我在新西兰住的时候 曾经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贪污案 是什么贪污案呢 就是这个议会议长 我听过这 把他做出租的这个出租车票 全给报了 报销了 这是最大的案子 我很记得这件事 我一下可以掌声 全国大案 尤其以来最大的贪腐 他这个讲的 羡慕过 真是 而且你讲的这个事 让我还想起另一件事 就是他们还请了一个 前香港的这个 这个这个联署执行处长 郭文伟 郭文伟 我知道的事 这个郭文伟讲一段话 也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香港这个廉政公署 香港的连结在亚洲 新加坡第一 香港第二 对吧 然后他说 他说现在这个大陆 比如说有些学者讲 刑法里边规定的 查办贪污的这个上限 因为贪的数额都太多太大了 所以已经上升到5000块钱了 你知道吗 原来是2000块钱 所以已经上升到5000块钱 但是郭文伟就说 香港不是这样 就说香港来说 一块钱都不行 对 你知道吗 他这有我们的一个思路 是觉得太多太大了 你2000块钱以下的都不上档次 没法查不胜查了 对吧 但是对于对于这个香港的 联政公署来说就是什么 一块钱 你接受一个礼品 你都不行 你的底线到哪了 对 就是说你只有这么样的去执行 他这个事情才能变成一种 根本从伦理上讲 就变得根深蒂固的文化了 就变成文化了 变成文化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呛呛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 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度 关南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解密 第五道菜 研究表明醋是碱性食品 可以分解多余的大鱼大肉 因此除了鱼肉青菜 米饭四道菜 还要给健康家道菜 第五道菜 天地一号 这个郭文伟 他还说 说在香港因为贪腐 你判什么刑呢 他说 最不要说没有死刑 最高十年 连这个终身监禁也没有 都没有 他说五十年 三十年 二十年 没有 最高十年 就是十年 就是十年 他说可是反观内地 你知道近十年来 已经有六个省部级的高官 被斩立决 不是斩了 就是枪 死刑立即执行 就这样的严刑峻法了 可是为什么依然这么复杂 这个贪腐的形势 这么严重 赔本的买卖 没人做 杀头的买卖 有人做 只要力够大 但是他倒举了个这样的例子 他说 这个就是好比说坐飞机 我们都知道每年总会掉一两架飞机 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坐 他说因为这个概率可能是几千万分之一 他说如果是在香港的话 你拿了五块钱 你拿了一百块钱 你百分之六十的可能会被抓到 但是你是要不要考虑一个在内地的话 他贪点 他有多大的概率 就是他这个风险成本被发现的可能性 如果很小 你这事就助长他 没错 就等于说你就算是死刑 但你死的概率可能只是千万分之一 对不对 但是香港呢 就是你坐十年牢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其实对 没错 其实对很多贪官来说 就身败名裂 他对来来说 判五年 他一出事 他这辈子就完了 也就完了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刚才 和我讲新西兰那个例子 我觉得恰好人说明 有时候高薪 不一定要用高薪来养联 当然某种的方便好处 可能那是可以算进去 在中国这个国情下 但是问题是高薪 光是高薪不管用 还要什么呢 就是他的整个权力系统 有个很好的制度贫护 比如说言论的 司法的各种保障 使得他根本没有办法伸手到外面去 你比如说假设在新西兰那个国家 他为什么比较不贪腐呢 不是因为官员薪水高 而是今天你试着看 假如有个官员 有个国会议员 跑去跟一个 比如说建筑商说 我这块提给你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你够不够这么 这个胆去做这个事 他由于这个权力出不去的时候 所以他就算薪水没那么高 也没问题 好 那么接下来问题是 那为什么还有人去干这个呢 我们要了解 做不同的工作 有不同的报酬 从政 谁说一定从来就让你发财的 从政的报酬在哪呢 当然最理想主义 这我大家都不太信 就是说是为人民服务 还有一种就是 真的是他有权利欲 本身就有满足感 他本身就是很高的报酬了 不是 再有一个 就是说你照香港的情况来说 香港是那样 就是低层公务员的工资 比一般公司里的低层 要稍高一点 中层公务员持平 高层公务员 比一般公司里的高层 稍低一点 它是这么个结构 你就会选择做公务员 有很多理解 比较稳定的铁饭碗 但是我讲就算从政 不是做公务员 比如说去在美国 英国从政 那些人 其实他的薪水都不高 你比如说就算像是 联邦储备局局长 这可能是世界上 权力最大央行行长 他的薪水也非常低的 那他为什么要干那个呢 成就干 成就干 就能做音乐 你也不是一定要是为了发财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关键是 吸引来的人 是为了这种成就感而来的话 就会联系